你们说为什么大人不让小孩吃路边的一个蛇梅呢? 难道这个蛇梅是真的有毒吗? 可能你们不知道,其实蛇梅呢,全身都是宝 它可是中药菌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且这个蛇梅呢,还可以防江阴和种子 我们把它捣碎,把它扔在江阴经常珠末的一个地方 那时江阴闻到了那个味道 它就再也不敢告尽了 所以懂到的一些老人都会带一些蛇梅回家 然后拿来驱赶张阴和种子 其实这个蛇梅呢,它的一个毒性不大 对人体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危害 但是呢,如果大量的去食用的话 会出现头晕,或者说是呕吐,或者说是腹瀉 其实大人阻止小孩去服用这个蛇梅呢 是因为这个蛇梅,它是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你们也知道,阴暗潮湿的地方 经常会有各种的一些毒蛇啊,种子猪梦 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在阴暗潮湿的地方